大家好,我是Tony 我现在在苗栗骑顶车站 我们今天的徒步旅行要从这里出发 沿着骑顶海岸自行车道 走往龙凤渔港 然后在那边骑右败自行车 到竹南车站 再搭火车回到这里 这样的旅行方式 结合了徒步 骑自行车 搭火车 三种交通工具 我们现在就从骑顶车站出发 进入登山步道通往登塔广场 步道旁有一棵大龙树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灯塔广场 待会就继续前往 骑顶新乐园 骑顶海水浴场 然后从这里接 绿光海峰自行车道 海边那里就是 骑顶新乐园 以前的骑顶海水浴场 继续走往骑顶新乐园 福兴公 土地公庙 福兴公旁边这里有步道 可以通往骑顶车站的月台 所以如果不想造访灯塔广场的话 也可以从月台走这条步道出来 就直接抵达福兴公 前面是骑顶海水浴场的牌楼 骑顶新乐园 竹南骑顶冰海游气园区 这是早期的骑顶海水浴场 骑顶新乐园 每人清洁费100元 可理消费 今天是徒步旅行 我们就不进去了 自行车道在左边 我们现在进入自行车道 往龙峰渔港2.7公里 今天有阳光 又有清凉的海风 很适合徒步旅行的日子 看见海浪了 骑顶海水浴场在海堤的另外一边 骑顶海水浴场是日日时代新竹州著名的海水浴场 大概有超过90年的历史了 前面有一只小黑狗 小黑你迷路了吗 好吗 有点瘦 好 喂它 喂它 好 给你 给你 我有带肉干 好 这一段绿峰海峰自行车道 真的蛮棒的 这里的地名是青草 右车通往青草渔港 去看一下 这应该是废弃的安检所 或者是派出所 青草渔港 青草是这里的地名 因为这里位于海浦新增地 土地平脊 以前只是杂草重生 所以就被命名为青草 青草 这是日风定制网渔场 我们继续往龙峰渔港 1.6公里 小黑到了青草就折返了 因为它已经进入别的狗的势力范围 所以就不敢进来了 这里有岔路 直行是自行车道 右插路可以通往海边 也是可以走沙滩前往龙峰渔港 不过现在是涨潮 我们还是走自行车道 这一段自行车道 往如律射隧道 龙峰渔港 0.4公里 待会就会沿着海岸而行 这里有海滨木栈道 通往龙峰渔港 退潮的时候 也可以漫步沙滩 走往渔港 这边的沙滩有千谷 这里有千谷啊 这边有阶梯通往沙滩 踩虹桥 跨越人水溪 通往龙峰渔港 周七鼎车上出发 差不多走了一个半小时 抵达龙峰渔港 步行距离差不多 超级四公里 现在算五十一点了 先早点吃的 补充一家体力 每周三公修 很多店都周三公修 哇 餐厅都没开 现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我们就先骑U-Buy 到后厝龙峰宫 U-Buy租车站 好 出发了 往柱南火车站 大约三公里 我们中途会停留后厝龙峰宫 后厝龙峰宫到了 这里有一尊巨大的妈祖像 竹南后厝龙峰宫 妈祖庙 光绪已有年 光绪十一年 与天同宫 后厝龙峰宫 妈祖庙 是本地很著名的一座妈祖庙 相传明朝有历十五年 来自福建省泉州府 惠安县 头北滨海一带的先民 奉请梅州祖庙 天后宫妈祖神像相伙 追随正成功部将杨祖 从本地登陆开墾 先民在滨海古寮 兴建小池 供奉妈祖 庆家庆十三年左右 在这里兴建龙峰宫 我们就在后厝吃午餐 吃完午餐 我们现在离开后厝龙峰宫了 出发了 我们抵达竹南火车站 我们下午后厝龙峰宫 我们现在回到麒麟车站了 今天从这里出发 走到龙凤鱼港 再走到竹南车站 然后搭火车回来 这样差不多四个小时 我们今天走过的路线 机缘度经典 我会标示在Google地图上面 地图网址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猜考 我们车来了 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